歡迎來到Cat Guy Fishing 這次來講一下遠征這檔事 其實我們每一年都會排一些時間去遠征 那這邊說的遠征並不是說國外的遠征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我是北部人 所以我說的遠征只是台灣的東部或南部 然後每次都安排個三天左右 會怎麼轉年了 那三天?歸了會不會太難過 你以為我沒有試過很多天嗎? 像當年啊 我從桃園騎車到恆村 花14個小時 然後在那邊掉5天通常到6點 掉晚上到6點 每天掉12個小時 歸!你有想過這種感覺嗎? 至於不選擇國外是因為 我很可以在台灣 好其實在台灣就有很多大屋可以掉 那小時候大家都應該學過地 然後老師都有教 有一種潮 叫做 好其實是黑潮 那黑潮的話 會經由台灣的維護 然後會分成主流跟資源 主流的話會經過台灣的東部 然後資源的話會經過台灣西 因此會帶來豐富的異業支援 所以如果你對黑潮這件事情解決的話 那你就要回去幫你的第一課 所以在我把台灣本島 及遺島釣片之前 暫時還不會考慮國外 然後 我們有設定一些目標語 像是淡水魚的話有 魚虎 山間 珍珠石斑 排水魚的話就有 爛草 竹梳 吞娜 非典 以及這次的目標語 GTE 那當然還有一些額外的就是 夢幻與早期 商 還有 經濟價值等很多 那基本上 這些都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會想辦法去一一的實現 那這一次 我們遠鎮定點是半島 雖然說很多朋友都說 半島非常多的潮溫 但是 小弟不敗設施 有玩家說 那你三面黃海 你跟我講說你在吊淡水 你有什麼問題啊 所以 我們去半島都會以海水 做的目標 那我們第一天大概早上九十五高 到夢第一的時候已經 跳了三四天 然後check in 之後 已經沒有什麼時間 所以我們就隨便跑個底下 大概努力了一個小時 結論是 打虧 不過我看到海 心情就是吃虎了 第一天早早說恭喜幾歲 然後我迎接了第二天的 母光小高高 那小高高的時候 我就使用了小鐵板 那這時候 我 不管怎麼拋 怎麼努力的拋 他都不咬 但是旁邊的釣友 一隻接著一隻 又一隻 總共寫三隻爛槽 我會覺得 這不對勁啊 為什麼明明都是小鐵板 我釣不到他釣不到 後來我詢問一下他的意見 他跟我講說 你要拋遠一點 然後我看了一下我的P1 2號P1 看一下他的P1 1號P1 我覺得 一切都是幻覺 嚇不掉我 但是 我再看一下我竿子 七尺切 再看一下他竿子 九尺六 嗯 好 收工 馬上轉正旁邊的石頭堆 給你 8 1 1 2 1 1 1 2 10 2 2 一條是嗎 他鑽進去了 沒想到運氣還不錯 第一次跟雨就被煎了 那一條也不知道有多大 畢竟沒起來的永遠都是最大的 不過主要應該是因為煞車沒有調整好 畢竟是第一次跟雨啊 所以也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後來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就去check out 所以第二天的母光小石斑一劈 後來一方之後 我們又回到熟悉的木木民宿 不是我有收錢工商的事 跟前一碗民宿比 真的我才發現 熟悉的很愛想 最特別 他的Book 9.5的評分 真的不是假的 然後我們就稍微吃個飯 然後密一下養精蓄略之後 準備今天下午暗拋 在這裡暗拋 我目標魚就是我的人生目標魚 GT 不過我每年的目標魚都會有變化 但是GT這個目標魚 我一直換不掉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啊 因為 我暗拋掉臉大概六年 我也歸了 六年 不是我換不想換啊 是我根本沒辦法換啊 你確定不是你待賽 我覺得 可能是別人待賽 不過主要原因應該是因為沒有辦法很長遠徵啊 不然理論上應該不會歸這麼久 不過這次機會來了 我還會再花一次 沒有人待會 我還會吹是 我還會想看 I can hear you 我會想不通喔 耳根都一樣大 為什麼你還要來咬 肉水藥欸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 為什麼要欺負我的感性 你不知道我跪了快六年了嗎 你不知道球越高 爽越高嗎 我放你回去 叫你朋友出來面對 隨便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放你回去 我叫你哥來 這樣對嗎 你別人了沒朋友啊 你是想要怎樣 想要害我過六年是不是 不想問他 後來因為天黑啊 所以收工 那第二天的暗炮 終點小點各一筆 那天真的太齊了 所以晚上怒吃了一波宵夜 所以隔天睡死 沒有打到目光 不過依據 吊油的經驗 我直接放棄小鐵板 跟人 推車 超瓶的 馬姓 更加 臨 喜 手機在車上 走!走!走! 又是呱呱 又掉了 好,總結一下這次的遠征總共我們批語過 還不小心被煎了一次 我已經算是很滿意 比對一下那個臉很黑的 他根本是賠本宮子電券嘛 不過這部影片其實還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我們下次會做改進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順便點個讚 如果已經訂閱有朋友 記得開啟你的小鈴鐺喔 可以的話,記得幫我分享一下這部影片 那你們如果有什麼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下次見啦 掰掰